郭文貴議員 國主任 工業局洋護局長 農委會陳副主委 企劃處蔡處長 內政部周地政司專門委員 銀建署吳署長 環保署蔡政務副署長 環境督察總隊江戶總隊長 法務部參事林參事 上一次我們大概協商有一些共識 現在我們來處理幾個 上一次協商大家已經有共識 但是文字要做一些修正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第28條之八 第28條之八 這一張有另外一張白色的 夾在哪裡 夾在 夾在扁子裡面 好 有沒有 大家看到了 那麼 在 第二項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是用第30條第一款及前項前段 我們法律規定 法律兩個字 我們把它改成首類法條 首類法條 好 這個 這個才符合 立法的 意思是一樣 但是 才符合立法的那個文字的一個用語 好 這個沒有問題啦 好 這只是 好 法律 把它改成首類法條 這 大家 沒有意見吧 這只是 好 首類法條之規定 好 首類法條之規定 好 這個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那這個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另外 上一次我們 呃 本來保留兩個條文 那麼 國民黨黨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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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委員啟程的一個條文 這個 啊 整個條文在 第28條之二 28條之二 喔 就在 第幾頁 28條之二在第幾頁 第一頁 好 那麼大家看第一頁 啊 啊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就是新增的部分 這是配合 啊 江啟程委員 所提的一個 啊 修正 啊 那是第五項 第六項 什麼第五項 第六項 就是配合江委員上一次快結束之前他趕快跑過來 所提的啊 就是 這個 這個條文 他是希望有一個 整合的 啊 這位 他是想要整合 那這個條文我們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請議事人員練一下條文來 魏達成來 開始 第五項 第六項 魏達成 魏達成 魏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之政策目標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由相關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組成 開會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參與 負責推動各項工廠管理輔導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協調之 第六項 前項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決議之事項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執行中央主管機關應定其追追追追追追管考每年公告於網站 註斷完畢 好 那麼 這個就是上一次 好來 曾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因為江委員他本來是希望由行政院長來召集 這個協調會報才有辦法達成它的立法目的 為達成為登機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的政策目標 那假設 假設是設在主管機關也就是經濟部 那經濟部我講難聽一點 這不管是部長主持也好或者政府次長主持也好誰理他 誰理經濟部啊 以過去執行的績效來看 我再問一下 歷年來你真的讓他合法化的有多少家 根本沒有辦法達成這一條的這個立法目的 所以我覺得由主管機關設立啊 我覺得不合適 應該拉到行政院的層級 尤其 尤其是工廠管理輔導法 之所以有這個修正草案 是蘇院長去年二月 在立法院總執行 答應的政策支票 那這政策支票 應該由他督導 來到底有沒有執行 這樣才有道理 謝謝 好來還有沒有 黨團 各黨團有沒有意見 好來請 柯總 柯委員 我想這個版本齁 是由江啟臣委員所提出的 那剛才 這麼說委員所談的 當然我們希望這個 未來在這個 未登記 這個 如何管考 最終福祉長的問 方面 面向上面 當然是目的事業主管局關最了解 也就是經濟部 那經濟部要 要找哪些人呢 他要 還有指甲市縣市政府 還有 學者專家也進來 好 那民進團體也進來 這樣才負責 這個 檢討去改進措施 必要的時候 當然有希望行政院的時候 當然行政院 行政院會來 進入協調 好 整個進入設計的問題 就是說 假如這個 一定要院長來主持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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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河的問題 包括我們現在 現在已經這麼多 幾萬家 要來輔導 這個 立法 來改進了 在這個立法上 有很大的 很大 處理 處理的 那我 還是認為 就是說 這樣有目的事業主管局關 找相關的縣市長來 這個比較恰當 不需要 一次提到 所謂的廢報 那中央政府有很多廢報 台灣有科技廢報等等廢報 那每一個都是 我們希望說 能夠 論比較重要 能夠 落實比較重要 而且每年還要 成果還要 上網公告 這樣的一個機制上 我相信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怎麼樣 好來 林委員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 呃 有關於這個部分喔 呃 我個人也是覺得 應該是要有院層級的才是比較適當 因為大家知道說我們重點是要福島嘛 因為為什麼到現在我們還要再重新討論這個案子 就之前其實在福島的部分我們做的不夠啊 那現在如果說我們希望真的在福島上有盡到成效 以及在福島過程之中 可能會牽涉到的我覺得不只是經濟部的問題 因為大家所關心的像很多關心所謂農地污染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以及就是說 他們在福島過程之中 他是不是會有再有擴大啦等等這樣一個狀況 他牽涉的議題其實是跨部會 而且是跟地方政府當然都很有相關 所以呢還是必須要由院長來主持這樣的一個行政院的層級 那我們會覺得比較適當 因為如果有經濟部 他其實是指揮不了其他的部會喔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我們黨的修正版本是比較積極在面對這個議題 也才有辦法解決這個議題後續的發展 好來請李鴻軍委員 這個 所牽涉的面喔 這個就是之前開始在談這個工廠法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提過喔 這牽涉到國家整體的政策的問題喔 如果地方政府的話 跟國家的政策是沒有辦法去結合的喔 究竟我們整體未來我們的農業政策是什麼方向 我們的產業政策是什麼樣的方向 那你工廠就地的福島 那福島所牽涉的它的範圍 然後所移的地方 這個不是單純它的主管機關跟地方政府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喔 那未來我們的整個我們的農業政策 我們的保護政策 然後我們究竟要到什麼樣的一個範圍 那這個其實所牽涉的也是國家整體政策面上 所必須要去兼顧的喔 所以這個不是單純的只有主管機關跟地方政府來訂定 那訂定的話因為它所牽涉的範圍太廣了 我們其實來講 其實我們常常針對我們的農地的保護喔 我們其實藉由這個議題 當然你的工廠的讓它就地的合法 可是對未來的農地的發展 那我們如何來做一個更好的一個確保 其實這個都是息息相關的喔 所以應該是要由政院這個單位來做總協調 而且這個所牽涉的也是整體的 我們國家的未來的整體的整個的一個產業政策的發展 這個都是套在一起的喔 所以不能單獨的把它切割開來 好 謝謝李委員 還有 好來 鄭委員 這我想請教國民黨黨團喔 就是說如果照著國民黨黨的修正動議 是由行政院長來主持這個會報擔任召集人 可是這個很清楚嘛 這每次工廠管理輔導法在修正的時候 第一線的縣市政府不執行還是今天必須要再修法的原因之一嘛 主要原因就在這邊 所以你指定了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也好 那縣市政府根本沒有人要來 沒有人要聽你的 有用嗎 對不對 你又不能指定縣市長一定要到出席 現在行政院會其實列席的直轄市的首長不一定要來啊 所以你寫到這樣子只是好像說 形勢上讓行政院長更多的責任 可是事實上在執行的縣市長 你不能強制他一定要出席 那這樣的會報實質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如果是回到說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可以去邀請大家該做什麼事 然後哪些做到哪些沒有做到 真的變成行政院長這個層級的政治問題的時候 行政院長再透過他其他的證令執行方式或命令方式去處理 這比較合理啦 如果在下一個年一定有來的會都 市長或隨便找個科長來 這樣這個匯報是一點意義都沒有啦 好來 請管委員再 老大再擬齁 好 這個等一下當然還是要請那個主管部門來補充啦 好 但是就我從這個行政程序的角度來看啊 好 這個行政這個過程啊 好 來看喔 工廠輔導管理呢 它是一個限縮單一議題的政策 好 那這個政策的確認 就是今天這個法通過以後 我們如何去輔導 然後要輔導什麼內容 好 涉及哪一些 部會相關業務的總和等等 這個政策面其實就確定了 好 就確定了 那行政院院長他必須要由他 非他不可要來主持的匯報呢 反而是高度的政策必須由他來決定 就是充滿這種政策決定事項的匯報 由行政院院長來召集 這個比較是機關組織行政運作的常態 那今天工廠輔導管理的政策已經確定 然後我們想要這個匯報 不是決定政策 主要主要是在要求落實績效成果 就是我執行這今天法律規定的這個整體政策 你的成效啦 所以這個時候我倒是認為主管機關扮演的角色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匯報很好就是主管機關 基於法律的規定呢 刻意直轄市政府這個在第一線執法機關呢 你必須要來出席這個匯報的法律責任 你不來你有道德瑕疵了啦 你也不符合這個法律的立法要旨了啦 所以我們剛好就是給主管機關 在落實這個政策的時候呢 給予他要求地方政府要共同負責來落實這個 成績績效的一個機制我認為是非常好 那另外我覺得這個匯報 我們這個條文下去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可以造成全民監督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求你的管考你要上網公告 所以藉由一個是上網公告 然後藉由一個是地方政府非來不可 讓主管機關在落實這個政策面的時候 更促進他能夠展現落實績效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是這樣看待啦 就是說工廠輔導管理這件事情 它必須那個高度的政策面 是全盤性的經濟政策的那個層次 其實是比較不明顯的 好所以我認為在主管機關的這個層級 剛好就是讓他的執行面 他的績效面 可以得到落實的一個適當的設計 我希望大家能面對問題 等一下 實際的解決問題 十年來幾千家的農地工廠 或是唯一間的工廠裡面 我們要補導 只有七家通過 那為什麼只有七家通過 大家要了解 裡面 牽涉的每個單位很多 但是一個經濟部 如果碰到農委會 他什麼都拒絕 碰到哪一個單位 他拒絕 各位的本位主義非常濃厚 所以今天國民黨提出來 說行政院長親自督導 我覺得有必要 那最重要的一點 你可以一連督導一次 經濟部把它的成果報告出來 然後去檢討地方跟政府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困難問題裡面 這樣才能根本的解決 真的要來輔導農地 那些違建的一個工廠 大家要面對問題 不是說好聽話 不然怎麼十年來幾千家工廠 只通過七家 到底原因在哪個地方 我一定要讓大家了解 但是你行政院長 如果發覺這個問題 怎麼會那麼少 其實這個是重要的政策 也可以做也可以拖 但是我們今天真的要去解決問題 我覺得行政院長 每一人一定要親自督導 了解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才遵的對 農地的違章工廠 違建工廠 輔導他們 才會真的有效 不然到未來 如果是這樣 大家拖開就過了 要做就做得好 台灣才有救 不然你做這個 架架小小的問題 因為一定牽涉了層面 好幾個層面的層次在 這一定要行政院長 來拍板定案 如何解決 如何用法律 可以的修改 來處理這些所有問題 各位都市的立委 你在鄉下 在哪個地方 你去看一下 你就能了解很多問題 好不好 拜託一下 讓台灣正常 正常化一點 把工廠 輔導到合法的一個程度 好 請科委員 再請鄭委員 再請李委員 再請許委員 這個要設立 當然要解決過去的問題 我們要前岸來看待 整個法律 整個配套 包括有高污染不行 有些限制等等 這整個要看整個工廠管理法 實際調他整個例 哪一個單點來看待 就是說 這層級要多高 其他都不看待 都不看待的話 層級再高都沒有用 所以應該是請個來看待 我們今天談的時候說 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過去以前的十年 我們不 這個已經歷史的問題了 人來延期 到現在我們是要面對的 然後面對的時候 當然整個法的配套 是要怎麼修 大家應該很清楚 我們今天談的不是只有一個點 然後這個 我們現在現在改法就是說 中環機關 還有相關部會 當然這個農委會 相關部會都會進來嘛 沒有錯 剛剛鄭敬委員講 這個是農業政策 也是產業政策 一番 環保政策 因為都是會扣到的 那 雖然是單一事項 但是會扣到其他部會 所以他這裡 進一步 主委機關 要找相關部會來 新的政府來 然後 要受行政院來介入 我們要 在這個地方 我們 說一個法 先前我們學一個法 叫空武法 大家應該很清楚 空武法 也是很重要 農地很重要 空武法的時候 怎麼寫 是 環保署 匯同 其他部會 那為了匯同 那時候是匯同匯商的問題 那當初我們寫的是匯商 後來說這一定要匯同 火遮法 環保署 是為主導能力 變成主酬不分 所以 後來 我們 改匯同 然後 還加一個 那第二時候 那行政院 像這樣的協法 第二時候 行政院 也是 要報行政院 來協調處理 所以這個機制 我們 在 公務法上面 也是這樣一個機制 我 我承認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那大家同時也關心 環保問題 都很多問題 大家都很關心 每個議題都是 牽涉到 價值選票 來自於各政黨立場 那 我想我們 立法上應該也是 這樣的立法 假如以後 什麼問題 都是行政院 院長來主持 試問 院長有沒有能力 有院長所總理的政務 都混雜 他全國所有事務 都要他處理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有效的能夠落實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今天 有辦法亂 有效的落實 我們在公務法上 也是如此立法 立法公務法 公務法 會同 再加上一個行政院 也是一樣啊